在中秋節過後第四個晚上的十一點半 當時我在尖沙咀拍《外景》 就是這個時候 我媽就離開了我 我連她最後一面我都見不到 媽 你過得好嗎 我好想你 我愛你 媽媽你在那兒 那兒就是最快樂的地方 加入演藝圈超過四十年的魯震訊 自小已經受盡人情冷暖 入行以來, 多艱難的環境他都熬過 還有什麼人同事令他有所遺憾呢 鄭哥, 你好 Mr. Bob, 你好 Mr. Bob,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觸動心靈, 美美動聽 大家好 我是老張信 我從事歌影視這個行業 已經有四十多個年頭了 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全靠我的母親 可能他當女兒的時候 在學校唱女高音 所以我也圍著他的基因 喜歡唱歌, 喜歡表演 由於我爸爸是行選的 我們一家大小的六兄弟子 都是全靠我媽媽一手籌大的 我媽媽從小灌書教育就說 一定要好好讀書 要做一個成熟的孩子 從小的時候 因為有一次搬屋 我們要重新報讀學校 你知道那時候我懶讀書 成績很差 就沒有學校收我了 我爸爸知道之後 就說 我們家沒有那麼多閒錢 去供書教學 你讀不成書 出去做拆鞋子 我媽知道之後 和我爸爸吵得很厲害 她不理我爸爸的反對 牽著我的手 去到每一間學校求她收我 當時天氣很熱 我看到我媽大汗 打小汗 她一直走 一直說 一定要近來讀書 有知識才有前途 才能找到飯吃 要不然就做乞丐 我當時見到我媽媽 我心心被她打動了 截截之後 我要勤力讀書 我中諸就高中畢業了 由於我很喜歡唱歌和表演 我參加了第八期訓練班 誰知道我爸爸知道之後 他又不贊成 他說 男生和女生做這一行 很容易學壞 怎麼那麼容易成功 你都沒有人在你做背景 支撐著你很黑暗 我媽媽沒有理會她 她只是在我身邊說 給點心機 做好自己 為自己爭一口氣 讀訓練班 其中一個課題 就是實習 實習就是做鴿魚丁 逛逛逛逛 每天都怕 夜又怕 根本不能睡 不能休息 中央有教訓 幾乎都睡死了 但我媽媽坐在床邊 用一個匙巾叫開我的口 把食物塞在我嘴裡說 你要吃東西 你不吃東西 沒有營養你會死的 我深深體會到 母親對子女的愛是無謂不治的 所以我立世 要賺很多錢 買一間大屋 去供養我母親 但談何容易 這幾十年 我由一二線的皇帝角色 做到現在是太監公公 這些中間所落的衝擊 令我很失望 所以很多副能量 在我心目中已經見棄了 終於在酒精的刺激之下 我就割墨自身 當時我媽媽不相信 到了我弟弟的婚禮那一晚 我其他家人圍著我問 你的手服變成怎樣 突然間 有一隻又老又瘦的手伸過來 捉住了我 接著另出面 我就看到我媽媽兩隻眼睛通紅 很多淚水 在搖頭 在說 你啊 你啊 我扶媽媽坐下 為了你倒杯茶給她喝 你們說如果我真的自殺死了 是不是真的好不孝 截截之後 我和我媽媽相依為命 兩母子過的日子 是我這人生裡 那十年是最開心最幸福的 但是時間過得很快 我看我媽媽開始怒 我好擔心 她告訴我 不要送我入老人院 我死都要死在家裡 但是我當時雖然很多經典的角色 什麼東方不敗 什麼燒河 什麼秘桿 好看不好洗都賺不到錢 我都買不到大屋 我自己都照顧不到我自己 我哪有來照顧我媽呢 我有本事的弟弟 又有他的問題 照顧不到我媽媽 終於把我媽媽送進老人院 這是我人生最大的分難 所以我有時間 我就去老人院 去探望我媽媽 甚至乎我穿了戲服去見我媽媽 我媽媽看到我的時候 我們還會唱 《天涯歌淚》這首歌 而這首歌 很自然成為了我們相應的歌曲 很快到了2017年的中秋節 我媽媽因為不小心吃東西 進了戲館 導致急性肺炎發高消 送進醫院 那一年 就是中秋節和過慶的日子很黏 我又拍戲 又到處表演 又去醫院探望我媽媽 我很累 我很無奈 我很痛苦 我很難過 我還在這個情緒之下過 終於在中秋節過後 第四個晚上的11點半 當時我在尖沙咀拍外景 就是這個時候 我媽媽就離開了我 我連她最後一面也見不到 我覺得很為何 所以我奉勸 你們如果有父母在託 走得懂得還得 真的很好地照顧他們 好好愛惜他們 好信他們 千萬不要到座 只欲揚而親不在的遺憾 現在每年的中秋 我都會抬頭望向天 媽 你過得好嗎 我好想你 我愛你 謝謝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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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